嗨大家好我是Jesse 我今天要來介紹的這本是《花衣吹敵人》 那《花衣吹敵人》它這本的會者是 英國很有名的國寶級插畫家格林威 那格林威呢他的作品其實已經超過一百多年了 仍然是非常經典 然後也受到非常多讀者的時愛 那甚至還影響後世非常多創作者他的風格 那我們出版社呢 日記出版格林威哈精選集總共四本 那目前已經出版了兩本 其中一本就是《花衣吹敵人》 然後另外一本是《蘋果派》 那還有另外兩本呢 是預計在今年底到明年會出版另外兩本 叫做《窗夏跟兒媽媽童謠集》這樣子 那《花衣吹敵人》它這一本呢 是格林威非常經典的繪畫作品 那我們前面呢也非常精心的設計 還有四頁《導讀》 然後我們的導讀就是讓讀者可以更快的進入故事的情節 然後也可以更了解格林威這個惠者 那《花衣吹敵人》呢 他是就是來自德國一個非常古老的民間故事 那經過民間的人民他們口而相傳 然後出現了很多版本的故事 那我們出版的這個版本是詩人羅伯特白朗林他的作品 那他在裡面內文也非常講究 就是他的字數都是相同的 然後也會講求押韻 那在畫風上面可以看到格林威他非常精美 非常充滿充滿示意的畫風 那他在故事裡面也是非常的有趣 就是他是圍繞著一個神秘的吹敵人 然後他的警示意味也非常的濃厚 然後他提醒人們說就是不要被欺望 也要把就是承諾的事情就要做到這樣 不然就會像故事裡面的哈梅恩政的居民 一樣遭受到保護喔 那就是對這有興趣的讀者可以上我們的博客 來去點選看看 好參考看看喔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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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